爱旅行,爱摄影,欢迎来到旅途水影 退休后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地方或自己想过的生活 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的愿望 中国这么大,有哪些城市是适合我们中老年人的呢? 今天我们就重点参考空气指数,医疗指数,交通指数 给大家整理的五个最适合养老的城市 第五,大连 大连位于北半球的阮温带地区 具有海洋性特点的阮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 东吴严寒,下吴酷暑,世纪分明 这里还有各种养老机构200多家 这些养老院环境宜人,设施齐全 配有专职医生,护士,而且费用并不算高 第四,烟台 烟台是一座美丽的海滨城市 这里气候宜人,一年世纪的风光都十分秀丽 尤其是夏日,海风拂面,清爽宜人 山花浪漫,沁人心脾 在烟台出久了,会对这里产生特别的依恋 第三,厦门 厦门一年世纪,花木繁盛,风景修丽 气候宜人,可以说是全国环境最好的城市之一 除了自然风光优美,厦门的城市环境非常整洁 良好的自然和城市环境是厦门适应养老的先决桥店 第二,成都 成都是个来的就不想走的城市 这里世纪分明,气候湿润 天气温温和和,人也温温和和 生活节奏很舒适,吃喝玩乐也很多 并且成都算是内陆城市,医疗水平最高的 其拥有与华西医院为代表了近20家三甲医院 医疗水平也在国内堪称医疗 第一,上海 上海的医疗水平优越,拥有30多家三甲医院 9万多个住院床位,处于全国领先水平 上海的老年政策也很好 2016年5月1日,上海实施了老年综合津贴制度 65岁以上老人,每个月有75到100元,不等的补贴 俗好说的好,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老窝 目前中国还是以旧家养老为主 因而,究竟养老对中老年朋友来说还是最佳选择 人们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 决定宽乐的最重要因素不在环境而在于自己 这里是旅途水影 我们下期见,拜拜